哇 表姐等等 千万别打黑头牛 牛肉牛肉 都这儿牛大哥 哎哟我去啊 这牛怎么爆炸了呀 表姐 这里是不能打生物的生存 你一否都攻击下去 牛肯定会爆炸的 打生物就爆炸 小老板你怎么不早说呀 快得我被上飞了 嗯 怎么又爆炸了 难道打人也不行 刚复活又没有那条命 表姐 在这里只要攻击到任何生物都会爆炸 所以技术千万不能随便出手啦 否则上帝摆摆自损一切 可是不能杀动物就没有肉肉可以吃了 这要怎么生存呢 方法总比困难多 既然攻击生物会爆炸 那这有别的方法让生物狗大呗 咱们可以利用随便的沙子 先挖它一挨的 小老板你别想不开啊 咱们还不吃吃土 吃不到肉还可以吃草啊 素食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嘛 当然不是吃土啦 而是利用沙子把动物混入 像张娃娃刚刚把小鸡推下去 然后用沙子把小鸡埋了 等待它们弯扣血放弃生产 最后变成鸡腿 嗯 小老板 还配合你表演的小鸡视而不见 它从沙子里面跳出来了 喂 小鸡别跑呀 怎么跟预想的不一样 小老板还是看我的吧 直接点燃篝火 再把老牛推到火堆里 这样做下的牛肉 还不用二次加工 比你那活埋法先进多了 这片烤糊的热度送给你吃吧 不用谢 可恶 虽然给我烤糊的肉 我才不要 还不见面 啊 默契不能随便打人啊 用表现的白色拂拂拂拂拂拂拂 鸡肉猪肉都来点 免养搭配口味丰富 妖姐 现在食物充足了 是时候给小空挖点矿石 做出装备保护自己了 不挖 我挖 希望不要那么挡牌一声怪物 哟 筑铁矿 红铜矿这里通通都有 妖姐 咱们分工合作挖它一满的 一颗 两颗 三颗 全都是我的 碰到尽头还有几颗呢 发现两堆隐身蘑菇 再回去洗一洗 尽管吃蘑菇包提躺 美滋滋呀 矿石都得给白铁手指 我去找泰克劲 运气不错 孔雀实验找到了 感觉他跟心里我不远了 糟了 这几人猎手 可恶 要不是我不能打怪 早就一斧都劈过去了 快嚷嚷 哼 一动不容二活 有本事你打我呀 啥情况 有人欺负我小表妹 我看你是活你了 我求 我贱 妖精怎么又出事打怪我 在矿洞里面包杀可是很危险的 身体太难会帮我们活埋的 小表妹 我一激动就被忍住 下次一定注意 算了算了 抓紧找矿石了 哎 有了 一颗大核心 用铁锅敲下来 又一颗 继续在附近找找 一共玩到十几颗 可以回落地了 从光冬出来正好在雨林里 前面还有个仪器 太好了 现在仪器改版了 有不少扶纫石 还有一个神秘的光之石 小献他们可以获得光之力量 哼赛 小宝贝你浑身都散发着 金色的光芒太帅了 光之石的buff 可以提供30%的伤害加成 还有速度加成 那先走 咱们带雨时神试试 小宝贝 你是打算用你的光芒 亮下雨时神吗 表姐 一时冲动一时爽 我给你通过预见 先把命令傻 把雨时神引过来 我们要发射器对付它 果然有效 导致好样的 继续继续 就是这血量扣得有点慢 小咪咪用土块把它困住 别跑呀 蛇神不发威 你当时空猫啊 现在弓箭也快用完了 雨时神还飞来飞去的 不能攻击的身体太难了吧 小伙伴还有什么办法吗